要活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陳美思 究竟香港的建築文化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特別是自己住的房子款式 可能會給你一些提示 但我們當然要找這位學者來 就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葉德平 大家好 其實香港自從開埠以來有這麼多年的歷史 開埠前的圍村,我們之前也有提過 建築種類很混雜,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香港的文化形成是受到移民的影響 剛才我們之前也說了比較多的就是鄉村 鄉村裏面,隨著千屆、展屆、復屆 多了很多外來的人進入了香港 形成了所謂的客家村落 或者一些不同的圍頭村落 其實到了大概戰前,我們也有一大堆上海來的人 49年以後 出十二家房客 戰後 49年以後更加越來越多 多了很多上海人 帶來他們資金過來我們這邊 開發香港 去到七八十年代 就多了很多 一些過來團聚的福建人 或者我們潮州人 或者其他可能是廣東省的一些其他縣 市過來的人 更加形成了另一波的文化 但近年來更加有趣的是什麼 多了很多非中國人非華人 譬如我們說的印巴籍 Gerga 尼泊爾 或者泰國 印尼等等 形成了種種一波又一波不同的文化 還有日本和韓國人都有很多在這裏做事 他們的家庭都會來香港生活 沒錯 他們有自己的社群帶來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們今天想集中一個時期去講一下 做個開頭 就是講建築 我們剛剛在咪後的時候 就講到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小時候住在哪裡 我之前那幾集都講過 就是我住在公共屋邨 我覺得公共屋邨自己本身都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種建築藝術 這個我們可以慢慢再講 我知道你其實不是 你的環境好一點 不是住公共屋邨 不知道是不是好一點 一定是 我是住唐樓的 唐樓小時候就是租唐樓住 唐樓有另一種文化 就是唐樓窄窄窄的 就是一梯兩火 一間涼的樓窄 大家好 其實一間樓窄 都是住过唐楼的 都是有个后欄的 我爷爷就喜欢种花 后面就种满了一盆盆花 那是很多的 但是你讲的就是唐楼 我很深刻印象就是 每一次去到旺角一带 现在都还有很多唐楼 旺角我特别去走过 发觉那些唐楼是很难找的 因为它为什么呢 是没有楼名的 通常就是 是几号的 那条街名加几号 很特别的 还有你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觉唐楼 你的朋友如果住矮一点 那就好一点 是 住高一点你真是麻烦了 住高一点会怎样呢 住唐六楼 要走 要走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所以我小时候很开心 我是住二楼 其实二楼就是一楼 以前是这样计算的 地下是一楼 唐二楼就正好 就是走一层 就是走一层 很方便 就算跳到街都快 是呀 没错 所以就惯了 生活模式就觉得很方便 但是呢 当你去到一些唐楼 那些是不是就不是唐楼 有大厦名和管理员 你记得新一些洋楼 那些洋楼你才觉得是高级一点 没错 但说回唐楼的位置 我经常都想问一些朋友 唐楼没有升降 大家要记住唐楼是没有升降 他要走到到六楼的时候 我想问他 你每一次回到家 是不是不想再到街买食 是的 当然了 我现在也有朋友住唐六楼 那怎样买食 就是常常走来走去 所以他要计算定 比如说下班要买些什么 当然是一气过买了 如果假期的时候 就计算自己何时出街何时回来 他不会特意上去又下来又上去 是的 很惨的 尤其是你扔米 还有以前 我们现在就说有煤气 但唐楼大部分都没有拉煤气 就要叫石油气 那些人很辛苦 很辛苦 要加钱 要加钱 搬屋都要加钱 如果住在唐楼 抬楼费 没错 还有你会发觉叫外卖 很多时候外卖的侍应 就告诉你 下楼下交收 叫你下来 不上来 所以唐楼是一个香港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住屋 我想早期解决住屋问题 其中一个很大的解决品 这个唐楼 我们刚才说过 除了没有这个电梯 还有没有名字的地段 还有一件事 你会发觉唐楼本身 是没有这个立案法团 是的 没有的 没有人将那些业主聚集在一起 没有人聚集在一起 所以清倒垃圾 都是一个问题 记不记得 通常唐楼的卫生度 是通常差一点 你觉不觉得 尤其是我住二楼 我那个厚欄 长期楼上扔好垃圾 以前有那么多东西 但我有个禅逢 有时长期听到一些东西 又扔东西 但是到了它久了之后 某些禅逢位会破坏 然后垃圾掉下来 要扫走垃圾 然后要修补 比善逢一样 是的 因为我们以前的公民意识 未必那么好 所以我们拿着垃圾 最多是什么呢 招皮果皮 是的 吃完之后就往外面扔下去 尤其是唐楼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倒垃圾 没有人去管理 没有人去倒垃圾 大家都贪方便 顺手也不想走 变成有个这样的问题 但是唐楼有个好处 唐楼有个特色 我们经常都说就是 好市正的 方方正正 很阔落 买傢俩是容易的 房间是容易的 还有唐楼是没什么处的 我经常觉得 变成你的房子 肯定是觉得大一点 是的 我以前小时候家间间过无数次 也包括小朋友小时候大了 又或者有亲友要来暂住 那就选择来选择去 通常以前选择是怎样选择 现在选择房可能就是用砖去选择 木板 木板 我们叫板间房 有些人 我以前探过一些朋友 唐楼是一间间房间间开的 板间木板 上面会有一些玻璃 是那些蒙蒙的 但又不是那些叫做 是蒙蒙的 是做到蒙蒙的 粒粒粒的玻璃 有些颜色 保持私隐道 保持私隐道 会有这些东西 他们很有趣的是 我看到他们基本上是间开了 但房里面是没有厨房和厕所 大家要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 我小时候去过我一个同学的家 他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住在油麻地的板间房 就是全家人 因为在内地来到香港的时候 经济环境不是这么好 租不起整个大间房 所以就住在这些板间房 但这些板间房也很阔落 很棒 当然就变成现在的studio flat 一人单位 有床有厅 只要进去看到厅和床是没有间隔 但他就和那些包租婆的关系很好 因为会出去的厨房煮饭 会关系隔壁那两间板房的人 没错 有时候煮了食物的时候 他们会分享 而且有时候 譬如说现在是好笑 你何时有见电视剧 现在还说我想过来问你借一支豉油 现在没有 以前那些电影和粤语长片的剧情 常常都有的 借盐和豉油 聊女仔搭散的其中一个主要人 可不可以给我一只蛋 刚刚没有蛋 借豉油借盐 以前的关系是好很多的 而且如果小孩子一起长大 会一起玩 基本上我觉得 我不是住公共村 我搬出来自己住 甚至乎甚至乎隔壁屋 什麽都不知道 其量是什麽 比较友善的鄰居 早上看到会打招呼 但大部份其实都不是 现在要采取主动性才行 好像我家附近有新的人搬进来 有一次那个朋友 他逐间看到我们 一开门的时候 他就立刻闪出来 想认识一下我们 就介绍一下自己是新来的 你才可以认识多个新朋友 那这些应该不是年轻的业主 中年 很多时候年轻业主 其实喜欢回到他 立刻关了门 你长期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住多少人 有时搬升线 又不知道对方叫什麽名 都有一些尴尬 尴尬 升线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 因为我们迫着要在里面相处 一分至两分钟 但我们其实找不到话题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现在这个年代 简单很多了 以前的年代 通常按升线后缩在后面 担天望地 因为没工作 现在就拿手机 玩手机 玩手机 即使不玩都拿出来玩 避免眼神接触 现在同层 我觉得比较好些 肯碰下头已经算很好 而且以前我们住的时候 就算住洋楼 会有看奸 那些 我们会跟看奸聊天 现在又是不聊 那些人 现在少了很多沟通 常常说堂楼都有很多种 包括有战前堂楼 或者战后堂楼 或者洋楼 新一点的堂楼 其实现在的人 都是称为堂楼 都不懂得分 不懂得分 但我觉得 可以这样说 我们自己本身 虽然要了解这个文化 但我们不需要去到这么精細 只要知道那一层楼 有没有电梯搭 就行 探计朋友时 会告诉你如果没有电梯搭 你要考虑探计她 唐樓有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即使有升降機 升降機也有很多種 我們小時候搭過一種升降機是要自己下手下腳去搞的 要拉閘門 要推開閘門才可以出門 沒錯 升降機的按鈕是圓滑溜突出來 很有機械式 按下去會怕它不彈上來 好像會凹凹 你怕它會不停 還是會停了 沒錯 而且你會看到有時候人們搬屋 會拿一支火柴或牙籤 放在旁邊 讓它不會彈出來 記不記得 讓它可以停在那裏 以前就多很多這些 升降機是壞的 而且很小的 很大困難 很難搞 你搬梳化搞不定 你搬桌椅就OK 這些都是升降機 現在新式的就不同了 公共村的升降機就很大 其實你也反映到當時人們 公共村每一層居住多很多 所以一向它的升降機都是大的 反而唐樓的就比較小 像你所說的 你住的那間 如果真的有升降機的話 每層只不過是兩戶 你根本就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它都是五個引導的那些升降機 沒錯 而且就算新一點的 即是就算洋樓 它的升降機都不是層層停的 有沒有留意 它們很多時候都是單雙數 或者有些可能只是一架 但是就只是停一樓三樓 每次隔兩層停的 我都去過見過這些 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回到中上環的時候 會見得更加多這些類型 西環 更多這些類型的樓宇 還有唐樓有一個好處 很多時候我經常都很羨慕 住天台那些 因為小時候看電視 我經常覺得在天台燒東西吃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現在如果有些朋友 住在任何屋苑都好 他住頂樓 可能都連上天台給他燒東西吃 或者村屋 那些人都是真的會燒東西吃 沒錯 但以前真的不會燒東西吃 不會的 我們以前天台很多時候 都會再潛建 一定是很入治 潛建多一間小屋 然後租給人 賣給人 我記得曾經見過 應該這麼說 經常看電視就說 買賣的時候買了一間天台屋 然後政府就要拆 原來是不承認的 我們多很多這些 天台屋這件事 其實坦白說 挺危險的 我們小時候真的不知道 是啊 我也有去過 因為我也是有同學住天台屋 也是看油尖旺區的頂樓 是熱一點的 以我記得那些物料 是類似星鐵 星鐵 還有它中間應該會選一些 有木板的 石棉 石棉是隔熱比較好些 石棉一老化之後 清拆會引致直肺病 所以為什麼香港會見到 早一段時間 應該是四五年前 還有一個廣告 廢塵埃沉疾病的補償基金 但是現在越來越少見到這個廣告 為什麼呢 我想大部分那個年代 用石棉建的一些 潛建物一直在拆 天台以往我們 我印象的天台 真的是一間間屋 我真的沒有 好像看電視一樣 覺得很浪漫 有人在燒東西吃 很多時候都是一家一戶建得很密 環境可能更差 正常的屋 是啊 又可能會再逼一些 還有像你所說 它是用星鐵去建 以往我們比較廉價的建築材料 就是星鐵 然後就是 太陽一曬下去的時候 裡面真的好像在煎 西斜四五六點的時間很熱 很浪漫 以前我們去別人家的時候 都盡量不會選擇這些時間 很難够 還有你會發現那些屋子 是很密的 如果是天台屋 中間僅僅過到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並不是這麼好 當然 近幾年來我們其實那個築建築這麼厲害 基本上都很少見到 不過以前除了這種築建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騎樓式的築建 沒錯 騎樓的築建就是一些地方 有些人多了騎樓 但是騎樓很小的 他只是僅僅出一些 或者他密封了 人家要拆就拆 但我有見過有人僅僅在那地方 可以足足有整間房間 給予一張單位置的床 放上去 因為他的露台很大 有個大騎樓 所以他就成間房間建了出去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如果他沒有了騎樓 他根本就沒有了房間 他整家人根本就是不夠住的 我認識那家人 買的時候預料要選這家騎 他那家人好像有六個人 一家大小很多小朋友 所以其實他是唯有這樣 他才夠住 但我們小時候見到很多新聞 看新聞永遠經常見到 塌騎樓 所以有一段時間 香港真的很多人 要被迫 法例規定要拆騎樓 這個騎樓 這件事我想也是一個反映出 當時生活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現在你剛才也說到 他可能是一家裏面有六七個人 有很多小朋友 所以一定要利用騎樓才可以救住 但現在這個年代 老實說一個家庭 很多時候都沒有小孩子 可能有隻寵物 就算有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小孩子 基本上我們住屋的問題 我們住屋的空間相對來說 比以前來說沒有需要那麼大 所以你見到近幾年來 我們的建築文化 住屋的建築文化 是趨向了一些小的 我們經常說的什麼納米樓 還有開放式 開放式 農床盤等等 其實就是反映住 就是家庭的組織 編制越來越小 還有騎樓都是奢侈的 其實有很多新式的屋苑 就算有露台 都是比較小的 都不是說能夠你擺一張桌子 一張兩張椅子 真的在那裡享受早餐 又沒有那麼寬 現在的露台 新建的屋叫做環保露台 它真是給你 可能只是有個透氣空間 浪衫 然後就有透氣空間 極其量漂亮的 就可能是擺一張桌子 一張椅子 坐下來可以看周圍的景 不過可惜的地方 就是香港的建築物度太高了 基本上你坐在露台上 可能正在看對面的露台 感覺上都是不歎 或者你坐在露台上 都是在看一大堆桌子 其實是差一點的 不過幸好你剛才提過一點 就是以往未有這個露台的時候 大概可能是上一個世紀 九十年代建的那些樓 它是沒有一個露台的概念 只有一個窗台 這間樓基本上是密封的 其實你會發現 大家是沒有考慮過浪衫的問題 所以就是通屋浪 拉繩子 拉繩子 有個架子 朝行晚策 但是通屋浪 夏天秋天冬天沒有什麼問題 到春天就糟糕 潮濕 潮濕經常有一陣噴味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建築的一個忽略這一點 但是如果說到建築 即是舊式的建築 除了是唐樓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葉德平你最熟的 就是公共屋邨 公共屋邨我最喜歡 其實都轉了很多款的設計 以前最早的公共屋邨 即石劍尾帶火的時候 他們新建的公共屋邨 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基本上 是浴室、廁所和廚房 都是共用的 通常廚房就會在自己的房子 外面的走廊的位置 露台位的位置 就有一個廚房在開放式 然後洗澡 就是要上去上面 一個大的浴室 浴場去洗 那些房子通常來說 就是後期第二型 那些是比較T字形式的 應該不是T字 I字形式的 H形式的住宅 中間你會發覺 兩邊通常是廁所或者浴室 還有他們會很流行 用一隻通洞的磚 那隻通洞的磚 比較可以通風 其實你會發覺是聰明的 因為這一種的建設 是最容易能夠安放大量的人 而且在建築的過程中最快 但是問題就是 你洗澡 你還要上去上面大浴場 我們通常知道舊樓 很多時候我們看新聞 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女士可能遇到色魔 是啊 擔心危險 晚上洗澡 晚上洗澡的時候 晚一點也會覺得是有問題 但是我們這樣看 當時我們由寮屋 一些木屋轉化成這些公屋 其實這個過程中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躍進 進步了很多 沒錯 並不容易 尤其是石劫美大火之後 當時很多人都沒有地方住 政府能夠在很短時間裡 建成了這些公屋 我覺得已經是很大的進步 講到那些公屋的傳統設計 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 H型的公屋是怎樣 現在還可以去美河流參觀 因為保育了這座石劫美的舊式公屋 可以參觀它裡面有個館 呈現以前的生活 就是廚房、廁所、屋村的面貌 以及如果你想感受一下 它是青年女社 美河流本身的計劃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將整個二級的歷史建築物 將它重新活化 變成了它本身能夠養活自己之餘 也可以開放給外邊的人去看 美河流建成的年份 大概就是石劫美大火之後 1954年左右 剛才我們在賣廣告之前 H型的建築就是這一種 當時美河流 戰前大批難民來香港 他們全部聚居在石劫美的木屋區 很可惜1953年12月25日 聖誕那天石劫美的木屋區發生大火 於是導致整個木屋區裡面 近6萬人是沒有地方住的 政府於是在原址那裡 馬上興建了一些篩置房屋 而在篩置房屋過渡之後 它就興建了一個 所謂的石劫美這一群的公共屋村群 這一群公共屋村群 剛才我們都說到一個特點是什麼 就是他們是一個公共浴室的空間 不是說我們現在很基本 每人每間屋裡面都會有一個洗澡房 但是以前不是的 而且它裡面是沒有電梯的 左右兩邊的角落 就是有樓梯讓你走上去 中間是H形 中間還有一個 那個橫的位置 其實一般來說 就是會作為一個公共的洗澡空間 可能是洗一下其他東西 就是會有水喉過去那邊 有水渠水喉 還有公共廁所會在那邊 還有排水主要就是連接著兩邊的位置 你會留意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它是share了廁所用 變成又更加可以省下一些物料資源 所以這個H形的設計 可以說是當時來講是比較新穎 我想對當時住開木屋的人來講 他能夠有這種廉租屋住 實在我覺得已經很開心 已經舒服了很多 沒錯 安樂很多 而且後期新小小的這一類型公共屋邨 它有些是有裝梯的 有裝電梯的 當然我們說的電梯就不是層層停的 是 可能是隔 我以前住橡山村 我住的那層樓 那個樓 它是基本上一樓有電梯 接著就三樓有電梯 接著就要去到七樓才有電梯 就是中間自己走 中間自己走 它是預理是搭上幾層 然後就下幾層 那當然我住那裡 其實已經是一定有這個廚房 也有廁所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想它原先應該是預算 是用來做一些商用的樓房 就是公共屋邨有些商用空間 它就改建了做住的 所以那裡是特別大間 還有後面會有一個籠 在那裡 就好像露台的位置 外面是一些籠 就是給你種一下花 放一下其他東西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就是 來到這裡很開心的 因為外面仍然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給我們種花 還有公共屋邨有一些 配套很重要的 以前我們的環境不是那麼好 那些小學很多時候 都是建在天台上 是呀是呀 有沒有經歷過 有見過 但我們應該都不會讀到天台小學 但我沒有讀過 因為天台小學應該大概是六七十年代 我們還是太年輕 所以我們比較少見到 但經歷不到 但我們當時很多時候讀書 如果住公共屋邨的 就很多時候在這條村裡 自己讀得回那間小學 通常都有一兩間 有一兩間 有中學小學 這麼多人 是的 還有那條村 村與村是會起得比較近 村與村之間都有的 都有一間 我就是讀我自己那條村裡的一間小學 那間小學的建設都很有趣 去一間小學一棟樓 外面有一個操場 有籃球架 籃球架的操場 表面上圍在學校範圍裡面 但實際上屬於公共屋邨的公共空間 即是我們要打籃球的時候 其實要進入小學範圍裡面打籃球 很可惜這間小學 因為它隨著人口的問題 已經殺了校 但是籃球場仍然在 籃球場仍然在 籃球場仍然在 那層小學都沒有拆 現在用來做什麼呢 刁空 現在很多學校是這樣 現在我覺得是很浪費的 譬如說 刁空了的小學 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用途 會不會有過度性的房屋可以做得到 現在在大埔 都有一間學校已經荒廢了 但它就在一個很旺的地區 在那個日式百貨公司隔離 所以它最近就活化了 游身了 將會叫做大埔藝術中心 那些文化團體開始搬進去 其實也好 其實應該是要這樣的 還有我覺得這樣說 無論它究竟是活化變成了居住空間也好 或者是活化成為了一個商業藝術空間也好 最重要是要利用 因為你刁空了 其實那些東西很有趣 不用就殘得更快 所以我覺得公共屋邨 剛才說的特色 我們早期的H型 後期我們見到公共屋邨 我們會見到更加多 50年代尾那些就是日字型 日字型 日字型那邊就好像我們附近 就是這裡附近的黃大仙的橫頭瀚村 已經拆掉了 這些公共屋邨 不同的位置是什麼 兩翼中間的公共廁所就大了 能夠承載多些人 多些人可以用到 另外就是那個廚房也相對來說是大了 再加上我剛才所說的 他更加用了更加多 就是那些通洞的磚 通風磚 我們小時候經常都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磚有個洞 我看著我們那層樓都有這些洞 但是現在大了就知道 原來是一個通風系統 對流系統 所以以前住公共屋邨 我們不是很覺得熱 對 打開門口就已經吹到風 對 而且每個人都打開門口 很開心 以前很流行的是鐵閘 我不知道你的鐵閘是怎樣 我們的鐵閘是燙閘 燙閘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有自己再添加一些設計 有一塊布 沒錯 有塊布攔住在那裡 就等人家不用馬上看到 在eye level裡面擋一擋 但其實都看得很清楚 尤其是小朋友 在布下面就已經看到裡面 小時候是隔壁的小朋友 不能出來的話 就要蹲在閘下面去玩 是的 但有一塊烫布叫做擋一擋 還有最底的位置會爛塊木板 水浸 水浸 還有我猜 因為塵大 你擋一擋 不會吹那麼多塵 以前小時候就是 喜歡開著木門 關著鐵閘 然後就在這個屋邨裡 生活的很舒服 還有我住的屋邨 那層樓 是一字形的 一邊就向這個平台 另一邊就向這個馬路 變了我小時候很記得 當那條城門隧道的公路開了之後 我小時候睡覺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只聽車聲 大概都猜到是離架什麼車 特意功能 發電了 真的很吵 但是又沒有什麼 住習慣了就可以 習慣了就沒有什麼 挺有趣的 小時候睡不著就看車 挺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公共屋邨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公共屋邨 很多時候我們搬進去都是年輕的家庭 所以大家讀同一間小學 所以同學之間的關係非常好 因為大家同一條村 又一起上學一起放學 一起放學 可能放學之後一起玩 所以公共屋邨 維繫到一個倫理的關係更加好 我記得我和隔離屋都很熟 隔離屋很多時候拜完神之後 他們的哥哥姐姐大我們很多 他們都不吃拜神的食物 是潮州人來的 很多食物 有花生糖 很麻將 包 很多 他們吃不完 很多時候都會拿過來給我們 我們小孩子當然會吃 很開心 我們小時候是吃很多很多潮州食物 我想說的就是公共屋邨 由於大家很多時候住的空間比較迫少少 而且我們通常都要分享一些空間一起用 浪衫也好 或者再早期的廚房和廁所都要共享也好 變成大家的鄰舍關係是差很遠的 而且我們分享的文化 互相幫助文化是建立回來的 譬如說我們煮了食物 我們會分隔離 有時候譬如說 可能隔離屋 可能我們小孩子小時候 媽媽要出去 要先照顧小孩子 會放在別人家裡 現在這個年代很少 我放一個兒子在你那裡搜 你會不放心 不放心 不知道搞什麼 那是誰 而且你看到這種類型 一字型的公共屋邨之後 去到那些現在比較和諧式 當然中間有些L字型 Y字型 去到和諧式那種 大家更加 我發覺鄰舍關係就開始變得越來越疏淡 因為大家一家一戶的感覺就越來越近 現在又不開門了 而且公共屋邨有一個特色 很多時候門口對門口 對著門口 對正的家人就會比較熟 但現在很多時候都避開了 不會門口對門口 就是因為不想看得那麼清楚 所以大家都關門了 大家都關門了 還有那些和諧式 一個樓層裡面 真的實在實在很多人 你根本只能夠和自己的倉 我們叫一個倉人 是比較熟 旁邊都不會最多點頭 不過公共屋邨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如果你看電視都會看到 就是打麻雀 是啊 我們通常都是見到大人 大家熟 就會叫去誰家裡打麻雀 甚至乎是什麼 我們剛才還沒說過 那些牆是梳洞的 梳洞磚 他們就會在那些走廊的通氣位 打麻雀 我們小朋友就會在那裡玩 小時候喜歡玩四驅車 還有踢球 踢球一定是在那些位置踢球 我們是不知為何可以在室內踢球 所以公共屋邨很熱鬧 還有踩單車 媽媽不讓你到處走 要看到你的 還有有時候真的會燒東西吃 很誇張 在那裡走廊 就是那些通風位燒東西吃 因為通風就不焗 還有幾戶人一起燒東西吃 那就變成大家可能 可以吃多點東西 拿點東西吃 還有又可以和旁邊屋的小朋友一起玩 是 真的很豐富 關於公屋的回憶 都是源自它的很實用的設計 我們說到香港的建築 都不可以不提圍村裡面的設計 沒錯 圍村 大家比較近我們 我們比較熟悉一些 可以去看看這個曾大屋 是 曾大屋在沙田裡面 這個圍村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什麼呢 就是這個曾大屋 是一個挺有防守力的一間圍村的大屋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它的窗戶 其實是開得比較小一點的 而且你會看到它門口也開得比較窄一點 還有它前面那座排樓 那個大樓它建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像是一個城牆 而牆那裡 旁邊也是有一些小的洞 就給你插一些土窗 出來射槍 這麼精彩 我沒看過 如果有機會帶你去曾大屋看看 一直沿途解釋給你聽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曾大屋這個圍村會這樣建 我想首先就是他們的族人是比較有錢一點 另外就是當時的治安並不是很好 尤其是沙田這些 舊底叫匿圓的地方 沙田舊名叫匿圓 這些地方是比較四通八達一點 就很容易有一些賊匪 就是山賊 很容易來打劫 於是他們就需要有一些自己的防禦措施 再加上有時候圍村與圍村之間 並不是真的這麼和平的 有些東西搶的時候也要保障自己 這就是一個我們見得到保安力比較強一點的圍村 如果我們今天想了解多一些圍村的文化 我可以建議大家去這個全灣叫三棟屋村博物館 三棟屋村博物館 一間小一點的博物館 對小一點的博物館 剛剛應該在地鐵站附近 我很有趣我住了一條村叫匠山村 對面就是三棟屋村的新村 他們因為要蓋地鐵的關係 他們搬上來就是新屋 三棟屋村的博物館 你會見到很傳統以往圍村的居住狀態 你會見到會有祠堂 會有一些前廳後廳 也會有一些後院的位置 他們的祠堂通常擺著祖先 祖先在上面 如果他們家裡有功名的話 那些的牌匾 很多時候都會放在祠堂左右兩邊 當然要擺出來給大家看 給大家知道 還有你會進去裡面的時候 你還可以看到博物館裡面 擺了很多當時的籠具 譬如說有打穀機 或者可能你都會見到一些 當時可能是如果要去過大禮的時候 要帶那些的盒子 或者那些籠具都會見到 所以譬如說今天的朋友 如果想去看一些不同的圍村的建築文化 可以去那裡 說到圍村的建築文化 我們剛剛講一下風水林 很重要的風水林 其實風水林是什麼 就是一條村去建立的時候 他要審時度勢 找一個好的地點 以前的人就說找一個好風水的地點 我現在讓你去搞一條村 你是古人 你會在什麼地方建村 會在佐北向南 你有沒有想過中文為何要佐北向南 天氣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 我等一下解釋給他聽 是氣候的問題 佐北向南 你到處要有什麼 開洋一點 開洋一點 平地多一點 平地 最好看著海 後面是山 後面 背山望海 其實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是最美麗的環境 我們先逐樣逐樣解釋 為何要是佐北向南 佐北向南 就是我們中國吹的北風 冬天吹過來的北風是冷的 很冷的 我們不想吹到的 所以如果屋背向北邊的話 就會擋了風 如果我們向南南風吹過來 夏天吹過來就涼一點 和暖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吹南風 再加上採光也容易一些 是 所以我們講的 佐北向南基本 好了 你剛才還說了一個特點 前面有海 開洋一點 客家人 他找村來到香港 很多事我剛才跟你說 之前說過在這個山地 在山上面 他們未必真的前面 就已經馬上有海 但他們希望自己可能 引一些水進來 做一個簡單一點的湖 那些湖是甚麼呢 有一個作用的人說 就是調節氣溫 是 涼一點 等它前面 涼一點 因為如果你想想 我們夏天的時候 我們對著那個湖 如果南風吹過來 經過了那個位置的時候 吹過來的風就相對涼一點 也真的沒有那麼大塵 因為你在正門口 有一個湖的時候 那些塵就沒有那麼大 是 還有我們後面是要有山 那為甚麼呢 打風的時候 我們被山環抱著打風的時候 都打不到進來 農作物都會比較安全一點 是 還有你會發覺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那些村落 那些客家村落 他圍著那條村 是會有一大堆的樹林 他們叫風水林 是 甚麼叫風水林 他們覺得就是 風水好一點 但我們現代去看 所以就可以調節氣溫 因為你想想 多樹 亦都是 多一點氧氣 我們住在那裡 就舒服一點 還有那些風水林 除了有這個調節氣溫的作用之外 你會發覺他們所種的植物 大部分都有食用價值 可以用回來 可以吃得回來 可能是荔枝龍眼芒果 這些 亦都可以拿去賣 是他們經濟的收入 是 所以風水林 是他們一個傳統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裝環 一個設計 是 但是我剛才說的一個位置 這個是大格局的一條村 如果你放回去小格局 你看看 池塘也會是這樣 池塘 我們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一入池塘的時候 就會經過天井 是 天井中間有個位置 是凹進去的 那些人就說叫聚財 下雨的時候 水就會滴到池塘天井的位置 我問那些朋友 除了風水上所謂聚財 最有用的位置就是 那些塵飛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掉下去 就會沒那麼容易吹到家裡 就沒那麼容易令到家裡的骯髒 很有智慧 其實是有一個實際的功能在 但是剛才你說的風水林 又那麼有用 有實際的用途 但是既然有風水那兩個字 他是不是都會選擇過那個方向 還是圍住全村 一定是 如果我們前面是有湖泊的話 其實他已經差不多圍了三邊 如果你圍了整條村 他們自己的出入口都不方便 所以他都圍了很多地方 圍了很多地方 為什麼風水林更加重要 其實我覺得會是一個保安 是吧 就是一個保安 令到自己的村子隱蔽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 是招到拆匪 所以風水林本身它有一個經濟作用 風水作用也有一個保安作用 是是是 今天了解了很多 如果大家都沒有回憶過 原來有風水林嗎 下次去圍村留意一下 你應該總會找到的 又或者有些風水林很有名 梅子林村那些 比較有名 有機會我們再講一下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自在人生大學堂